中国车这种清门踏户的情况 也导致欧洲车厂越来越紧张了 那这个StalinTis集团的执行长他就说 欧洲车和中国车之间 一定会发生一场 心风邪雨的可怕战争 本影片由JuJuSivan独家赞助播出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和你的朋友一起看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鲜皮 在这场世纪半导体大战里面 美国不断对中国寄出严厉的制裁 本来欧洲的态度一直都很让人担心 譬如说荷兰大厂艾斯莫尔 到底会不会配合美国政府禁令呢 还有德国一直都表现得很轻忠 德国前总理梅克尔本来打算 把他自己和中国建立的紧密关系 作为他的政治遗产 可是现在事情有了变化 德国在去年底连续否决了两个中国公司 想买德国半导体厂的收购案 那意大利和英国也都采取更紧缩的态度 连续否决了中国公司的收购案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国电动车很可能将会 威胁到欧洲汽车产业的地位 欧洲国家看起来 即将会为了汽车产业而跟中国翻脸 我自己是在2009年到2019年住在中国的 我对欧洲国家亲中的态度 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头啊 那几年欧洲跟中国真的很好 譬如说呢在法国呢 因为中共的早期元老很多人都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嘛 所以呢中共跟法国是有非常长期的渊源的 而在德国呢 德国铁娘子梅克尔积极推动中国关系 本来他想要把中国关系当作他的政治legacy 希望以后呢德国人只要提到中国 就会想到梅克尔 没想到呢现在中国呢竟然臭掉了 甚至是我自己呢 我在中国最大电商公司任职的时候 我都还翻译过公司创办人访问英国的演讲哦 当时英国首相是科麦隆 他当天也到场了 那我也把科麦隆的演讲呢翻译成中文 作为公司的宣传素材 欧洲人这么轻忠 但是呢中国民众却是非常瞧不起欧洲人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欧洲是一个已经落寞的经济体 国家美用人民很懒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 殊不知在欧盟刚刚成立欧元刚刚问世的那几年 欧元是上一个被世界讨论可能打败美元的货币哦 现在一块欧元呢只能换到新台币30元左右 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 欧元兑美元它是接近1比1.6美元的 1块钱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50元之多耶 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在讨论欧元会不会取代美元 当时根本没有人在讲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事情 那我们全世界的货币计价呢 我们都是美元对新台币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人民币 以美元为准 可是呢只有欧元是欧元对美元 以欧元为准 这只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哦 欧洲当时还是非常强悍的经济体 那我是觉得呢 歧视欧洲的人是不是爆发互心态 不知天高地厚呢 不过呢 现在欧洲的情势匹变本来很心中的 可是呢 现在几个主要国家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疑虑 譬如说意大利总理呢 已经四次运用总理的黄金权力 阻止中国收购意大利公司了 意大利政府呢 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制定黄金权力法案 这个法案呢 让总理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否决外国公司收购意大利公司 那到现在呢 这个法案已经十年了 总共动用过五次黄金权力 其中有四次都是针对中国 五次有四次否决了中国的并购案 那这个黄金权力法案根本就是为了中国而打造了吧 最近两次意大利总理动用黄金权力呢 都是为了保护半导体公司 前年呢 2021年深圳有一家政府背景的投资基金 叫做创江投资 他们想要入股意大利的LPE公司 诶诶 这一家LPE公司呢 是意大利全国上下唯一一家 在半导体产业算是重量级的设备商 中国怎么那么不客气啊 今天最好的公司就要把它买走耶 所以呢就被意大利总理给否决了 之后的一次呢是一家浙江公司 他们跟美国的应用材料 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 那我们知道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呢 是非常重量级的一家半导体设备商 这家合资公司呢 竟然想要收购应用材料 在意大利子公司的 萤幕印刷设备产现 结果也被否决了 意大利呢其实是一个一直比较反中的国家 即任总理呢对中国态度都比较强硬 意大利否决中国并购案可能不奇怪 但是呢英国本来是很亲中的 前前任首相科麦隆呢 他最大的政绩也是China Legacy 他们在伦敦呢建立了最大的 境外人民币清算中西 仅仅小于香港而已 那科麦隆呢还提出了 北方经济引擎计划 引入中国投资 想要利用中国的资金 来建设经济比较落后的 英国北部地带 然而呢英国在前任首相 Bojo Boris Johnson任内呢 转向反中 我们知道了 Bojo呢他自己呢 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 得到的新冠肺炎非常严重 还进了加护病房 差一点就要见死神了 那之后呢 他的态度呢 就非常的强硬 在去年1月呢 Bojo主导通过了 《国家安全与投资法》 而就在Bojo任内 英国就动用了这部法案 否决了中国公司收购 英国EDA软体公司 Polsic的收购案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EDA的影片 EDA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IC设计公司呢 他要设计产品的时候 他一定要用EDA软体来画产品的结构 不然呢 现在是要用手画图吗 现在一个晶片上面有几百亿个电晶体 手画设计图呢 工程师应该会死吧 然后去年呢 美国商务部已经禁止美国EDA公司 他不准美国EDA公司跟中国交易了 那么中国现在想要跟英国买 也被英国否决了 真的是到处碰壁啊 那到了去年底呢 2022年底 英国政府再度动用这部法案 国家安全与投资法 否决了中国文泰科技收购 英国半导体制造厂 Newport Wayford的股权 那这个制造厂呢 其实就跟台积电连电一样 都是IC设计厂 设计好产品 那拿给晶圆制造厂 来做大量制造的嘛 就是这个晶圆制造厂 结果呢 这个案子也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否决 因为呢这个案子的交易金额非常大 所以呢也备受各界的瞩目 好那现在意大利和英国都表态了德国呢 德国在前宗里梅克尔下台以后呢 德国的亲中路线是否会发生改变 一直都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目前看起来 德国现在正在发生精神分裂症状 慢慢从亲中改变成对中国非常防范 比如说呢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中国习大大称帝宣布再度连任 永远都不想下台以后 德国总理肖茲竟然是第一个跑去中国 访问的外国政坛大咖 各界都感到非常响吐 而且呢肖茲还批准了中国航运巨头 中远集团入股 德国汉堡港的并购案 不过呢汉堡港事件在德国呢 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啦 因为肖茲他之前就是担任汉堡市长 起家的 所以呢他非常热烈的在推动这个案子 他希望呢汉堡港可以成为 中国在欧洲的中国港口 那专门进口德国产业所需要的 中国原物料 还可以从汉堡港再运到其他国家 那这样呢汉堡市呢 就豁出的去人静的来 汉堡发大财了嘛 但是呢在德国联合内阁的反对之下 原本呢中远想要入股汉堡港 35%的股权 最后呢只剩下了24.9% 而且呢现在德国官员是非常抗拒的 所以呢这个案子还没有完全定案 萧姿拜访中国之后呢正当中国各界开心庆祝 觉得德国又是中国盟友了耶 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晴天霹雳 飞速否决了两个半导体厂的收购案 我们知道哈德国在半导体产业 它也是不差的一个国家 像是英飞林非常有名的公司呢 它就是德国的系统厂 那在去年呢就有一家叫做 北京赛维电子的中国公司 他们旗下呢的一家瑞典子公司 想要去收购德国 Almos半导体的车用电子厂 那在之后呢还有一个中国的私募基金 他想要收购德国的 ERS Electronic 这也是一家车用半导体厂 这两个案子几乎是同时 被德国政府否决了 而且呢德国的经济部长 还在否决案当天站出来说 德国并不天真 德国会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德国政府为什么突然醒了呢 因为德国的汽车产业 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但是呢中国电动车现在想要打到德国的汽车大本营来 是什么原因 让欧洲国家纷纷阻止中国吃掉自己的半导体厂呢 我们看到中国呢 它是专门去找欧洲的车用电子厂来买 而中国的电动车品牌正准备要挥军欧洲市场 其实呢欧洲车厂最大的零组件供应商就是在中国 那通常呢都是中国工厂做好零件以后 运往上汉堡港这样的港口 在本地组装起来 长期以来欧洲车就是这样的生产模式 它才能压低成本嘛 可是呢中国零组件工厂扬大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知道呢在手机市场上面呢 因为中国是苹果手机最大的组装代工生产地 而中国工厂他自己做久了以后 他自己也学会做手机了 于是呢现在中国的手机品牌也吃下很大一块 安卓机的市场 三星呢甚至把他的手机产线呢移出了中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怕 你跟中国越好你的经济模式呢 就会被中国吃掉 台湾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我们的太阳呢LED 液晶面板 还有很多产业都是这样 被中国呢用举国体制的国家补贴政策给吃掉 那甚至有好多产业 都是台湾人去帮中国建立起来的 只剩下一个借级用人 不准去中国的晶圆制造产业 被留下来在台湾 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 那德国人怎么好意思说自己不天真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厉害 还把轻中当承证机 现在这桩惨剧 终于也发生在德国的身上了 中国在内燃机时代呢 他一直比不过欧洲车 所以呢他整个国家的政策 就大幅度的补贴电动车 希望可以在电动车这个世代呢 弯道超车 导致呢现在中国品牌的电动车 他们应该是纯电动车 也就是纸装电池没有自驾系统的这种电池车 那中国的这一类电池车呢 因为售价真的很便宜 他已经越来越能威胁市场了 譬如说呢在今年的美国 拉斯维加斯电子展CES上面 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呢 就展示了360度原地旋转的黑科技 还蛮炫的哦 根据英国的汽车媒体 以Just Auto统计呢在前年2021年的时候呢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汽车出口国 总共出口了380万辆车 第二名呢则是德国出口了230万辆车 日本和德国呢 他都还是以燃油车或油电混合车为主的国家 那第三名呢则是中国 他们已经出口到200万辆车这么多了 因为中国车呢就是纯电动车 而德国呢仅仅以30万辆的微小差距领先中国 可是到了去年2022年的时候呢 前8个月的出口统计 德国就已经输给了中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了 那这就让德国感到非常的害怕 可是呢更害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德国的经济周刊呢 在委托一家市场研究机构Innofact呢 他对1000多个德国车主做了调查以后发现 有19%的德国车主呢 他们说他们有意愿购买中国的电动车 尤其是呢 在18岁到29岁和30岁到39岁 这一段年轻段的年龄层呢 他的购买意愿更高 分别是23% 27% 超过了平均的19% 那另外呢 还有29%的德国人说呢 他们虽然暂时不想买中国车 但是未来呢是有可能买的 啊天哪 这就表示有48%的德国人 对中国汽车有好感耶 天哪 汽车大国的德国人跑去买中国车 这真的算是清门踏户了吧 虽然在过去两年呢 欧洲车厂的产量呢 他也是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怨怨他们拿不到车用晶片交不出车子啊 不过呢 中国车这种清门踏户的情况呢 也导致欧洲车厂越来越紧张了 就在拉斯维加斯CES的电子展上面呢 欧洲的大型汽车集团Stalentis呢 他们有超多大牌子哦 像是马莎拉蒂克莱斯 Le Jeep 标志汽车 菲亚特 OPPO 铁血龙 都是这个集团的车子 那这个Stalentis集团的执行长他就说 欧洲车和中国车之间 一定会发生一场 心风邪雨的可怕战争 那欧洲的车厂呢 你如果不考虑把工厂 搬到更低廉成本的地方去生产 那么呢 你就必须要考虑把欧洲再次工业化 重启制造和产业链 欧盟呢 就需要一个全新的贸易政策 你说欧洲国家经得起把车厂 搬到其他的国家去吗 意大利和德国都是汽车大国 德国有80万人在汽车制造业 意大利有30万人在汽车制造业 所以你说为什么意大利那么激烈反中 而德国也开始慢慢转向了呢 有哪一个国家 有哪一个政党能够经得起 这种几十万级别工人的失业呢 所以在欧洲和中国之间 已经不是过去单纯的供应链关系了 他们已经慢慢开始转变成竞争关系了 所以你说德国人现在才醒过来 从捍卫德国车用半导体厂开始 果断的否决中资收购案 可是呢 德国现在这么晚才醒过来 德国政府到底还有没有能力保卫德国的汽车产业呢 这当然也会是我们后续追剧的精彩重点喔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喔 拜拜